貝姐,早安,身體健康 又一年了 再多看桃花,好嗎? 好 這個瓶頸是可以這樣去的 你不用問幾副刀了 一量這條枝多長,攤出來就知道有幾副了 種好花種種種,鹼種種種都種 四季吉是最傳統的 爺爺媽那代會拿回來做含金 大沙金是一些潮商人做生意 夠大 豬沙金也是潮商人,他們喜歡什麼呢?多 百合花當然是百年好合,和順 桃花是否因緣呢?先講人緣 很多種蓮花都有很好的兒頭 希望香港市民獲得一個兒頭 亦都是來年身體更加健康 疫情減退,社會和諧 亦都是我自己種更多蓮花 種更多品種的原因之一 農曆新年就到 買蓮花蓮吉是指定動作 想買嶺蓮花不一定要去花市花墟 一於跟編輯直接找花龍簡深水蓮花 李永強強哥在大埔臨村經營花牆39年 他出名和愛賀親,做事謹慎 每次有客人來花牆看花買花 他幾乎都會親自落場接待 帶大家行雲約30萬呎的花牆 正位黃小姐,進來前打個電話 走到半路打個電話 走錯路打個電話 告訴他不要收拾 我知道你在哪裡 走下來,我在路口藍色衣服 芯花永遠開不了 所以燈光各行各業去讀 你好 好啊 是 知道知道知道 方便 方便 花龍的生活用一個字可以概括 忙 尤其在花市前夕 總是忙得很交關 強哥說他已經有39年 沒有跟家人吃團連飯 這10年才勉強抽到時間吃開麵飯 忙得沒有時間休息 跟家人相聚 只因為他有一個心願 就是為大家種出最美的蓮花和蓮吉 我告訴大家是朝六晚十二 我實際昨天是朝四晚二 朝四凌晨二 我稱自己為傻佬 要求高 我今年跟客人說 我今年認第三 如果你找到第二 我幫他做第一 這就是我今年的成績 給我自己拿到很滿意 是沒有業出的 全部都是花籃就是花籃 10月1日打風 人家打風就在家打麻雀 這個傻佬就去了私域 秘密我會說出來 認知了這個行業裡面 有一樣東西 行家都可以學 不要收藏 大家市民 大家消費者 都可以買多一枝美花 開心 說到明是上水 我沒有說上水 我沒有說上水 做老闆 說了上水 陳太太有牌 是 如果不謹慎 客人可能會當我今天 你換了我的東西 我想問為何會看得出 因為我看你剛才只看了一眼 這個能不能夠做老闆 還有這個你做你的終身職業 你有多誠懇去做這份工作 放回去那裡 他又會繩圍回來 去那裡 再放回去那裡 去那裡 OK 我經常教工人 要成功就是大家互相檢察 大家都要做雞賊 工人會說我是玫瑰花 周生切不能碰 客人會說我是百合花 順人意 和愛可親 做事很謹慎 人始終要提點來鞭策 包括自己 那自己誰去提點我 這些兒子女女 植物 告訴我我需要些什麼 我給他些什麼 他才可以有漂亮的一面 漂亮的一面就是得到客人 我的老闆垂青 然後他去到那裡發揮他應有的功能 我得到我的成績表 Pass 這樣就可以過關 然後強哥背後看他做事 才發現做一個花籠並不容易 絕對不是日出而作 日入而飾那麼簡單 有時候電話一到 知道運貨車來了 就要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 趕回去搬貨 經常連午飯都沒有時間吃 現在有些人幫忙 當然沒那麼辛苦 以前我駕駛到香港 他駕駛回來 回來 送貨 半夜三間頂不住 在那裡睡覺 你是不是白色車輪不車 工人陪你沒得吃 還是你要連工人 剛才剛才在身邊 立刻吃飯 丟下飯 快 剛剛吃完收碗 在車道 慶幸自己 慶隨 用你怎樣把這份職業 敬業、熬業 做得很充實 很多人問 不是日出而作日入而飾 打風落雨不用淋花 你以為吧 我沒有染髮 我沒有染髮 數下我有多少條白頭髮 我說沒有 沒有染髮 沒有 我是日曬雨淋的農夫 很詫異 我五兄弟姊妹 姐姐 弟弟 哥 妹妹 滿頭白髮 天為何不公平 為何你的頭髮這麼黑 因為我沒有煩惱 遇到種植的問題 既然是我的慶祝 我為何解決不了 對於我而言 問題就是我的挑戰 成功就是滿足 何來有辦法 沒有啊 真的 臨近農的新年 很多人都會趁一年依此 去過新年願望 不知道強哥又會有什麼新年願望呢 願望替疫情過去 很簡單 疫情過去 世界和平 每個人都想做他的事 每個人都願望成真 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事 身體健康 工作健康 工作愉快 拜拜 好嗎 好 有什麼電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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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